首先来关心 昨天是中元节 而传承了将近一百五十年的 屏东恒春抢估活动热闹展开 去年因为遇到台风停办 今年则是有十三支的队伍参赛 最后第一名由在地队伍满洲体育会拿下 农历七月中元节 各地都有传统民俗活动陆续展开 屏东恒春的抢估传承将近一百五十年 不过去年遇上台风搅局停办 今年十三支参赛队伍要力拼抢下顺风旗 去年因为台风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如期晚上里家的抢估 那今年我们一定要盛大的举办 庆赞中原祈求平安 但鞭炮一放完就开始下起大雨 让抢估更添难度 选手紧抱满满黑色牛油的棚柱 一个接着一个努力往上爬 但只要一个不小心 就得要重头再来 抢估传统是四支棚柱 恒春镇公所扩大结合观光 十七年前增加到三十六支 中央四支留给好兄弟 其他则留给参赛队伍迭罗汉 角逐总奖金近一百万元 踩着队友的肩膀往上爬 牛油沾满身 实在很难使得胜利 残骨考验的不只是团队默契 还有攀爬技巧 就算不小心滑下来 也要顺带用布条刮除牛油 今年包括来自台北和宜蘭的队伍 上千民众在雨中加油打气 最后冠军由在地的满洲体育会拿下 显胜第二名宜蘭的队伍 二节王宫庙 把顺丰旗留在屏东 由于彭柱距离国定古籍 恒春古城过境 文化部曾经要求彭柱设施迁移 因此未来在东门城外的抢沽活动 可能会缩小举行或是另寻地点 希望延续恒春百年传统 传承当地文化 记者朱凤之吴奇昌 综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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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